忘舌子的内容我们就讲完了 讲了四个舌形、舌舌、舌胎或舌下罗伯 下面讲忘舌胎 舌胎主要看两个方面 一个是胎子、一个是胎舌 胎子、舌胎的子 什么子呢? 有厚、薄、云、潮等等这些方面 一个是看舌胎很厚还是很薄 胎啊上面上的这种胎厚还是薄 看这个问题 那么厚和薄怎么样的区别 什么样的舌胎?厚 应该是指数量一下 多少个毫米就是厚胎 多少个毫米就是薄胎 过去没有这个方法 现在实际上有 有了 有一种光学淡层扫描 像湖白 他们现在就正在做这个研究 也就像那个CT一样的 跟着光了 跟它分成很多层 看看色胎有多少厚 多少个毫米 这个来看 我们平常看这个色胎厚、色胎薄 用那个光效淡层扫描 这个可能每个病人都来做一次扫描 可能也做不起 也没必要 我们往往就肉眼出看 一看的时候 拼什么呢? 拼它见底还是不见底 什么叫见底呢? 投过色胎能够隐隐地见到色质 就是色质上面铺了一层胎 还能不能看到下面的色质 这个上面有色胎 有一个白色的胎 但是下面还是可以看到 里面的红色的色质 可以看得到 这就比喻什么呢? 这个地上面呢 结枪 白方也有吧 地上面打箱 地上面撒箱 有了一层白白的这种洁净 但是看里面地还是可以看得到 或者下雪很薄的一层雪 并没有完全把这个地面盖掉 因此叫做可以见底 这个底就是简直可以见到色质的 这种情况 那我们把这种色胎就叫为薄胎 也叫做见底胎 见底胎这是一种 医学上叫它见底胎 我们叫 实际上写病例的时候 就是胞胎不写 见底胎不这样写 那厚胎和它不同的地方 就是看不到色体了 很厚的一层雪了 结冰了 下面就看不到 你看 这个当然这些地方还是可以看得到了 是不是啊 这些地方 那么中间像这些地方 这些大片的地方就看不到 这个地方还可以看到 是不是啊 像这个地方还是薄 那么中间像这一片呢 就是非常厚了 这些地方就是很厚地胎了 这就是后胎 看不到色体了 就像下雪了以后 地面已经看不到了 看不见地面了 露面了 这叫做后胎 也就是不见底胎 后胎和薄胎的表现是这样 后胎和薄胎主要反映什么问题呢 邪症甚衰和邪气的浅身 邪症甚衰 就是说 反映 正气怎么样 邪气怎么样 正气亏虚 色胎是由什么东西生成的啊 色胎为什么会生出色胎呢 是要围气真化作围 作上朝所形成的 因此如果是围气虚了 它也可不可以 色胎生的少啊 也可以不 所以色胎可以是正常的 弹红蛇 薄白胎 可以鉴于正常人 也可以鉴于表证 病邪不重 刚开始 病情比较轻 病邪不重 病味不深 病比较轻 围气没有明显地受到损伤 所以是薄白胎 薄白胎 厚胎 色胎很厚很厚 那么厚什么问题呢 可能是由于你惹 惹 它能够加受 循环 加受这个物质的代谢 色胎就 这个 我们讲色胎是由什么 鱼头构成的主要是什么鱼头 丝状鱼头 这个丝状鱼头脑滑 脑滑得很快 按照现在说就是什么 凋亡 加速 是吧 细胞 凋亡 坏死 这个丝状鱼头 它也是这种细胞 它加速了这种情况 所以 你惹症 或者是有熟食 痰食 围里面有很多的食物 停在那里 所以这个胃气 蒸华着这些食物的 浊气往上熏了 熏在那个摄子上面就 很厚很厚啊 有痰食等等 这都可以是出现于 后胎 这是一个后胎吧 这些地方并且还有块块的陀螺 这一个摄胎啊 摄像啊 既有摄胎厚 又有摄胎的陀螺 摄子这个地方 这一片 它先轻子 并且复杂了 既有七肢血域 可能又有七阴亏序 又有邪气内乎 并且可能复杂 如果摄胎由薄而变厚 说明邪气 健身了 是不是 表正于你了 病情发展了 如果又后胎慢慢变薄了 正常人应该是薄白胎 它由后胎慢慢变成 像正常的舌胎差不多了 并且 薄胎并不得后胎一下子就整个脱掉了 它下面长了新胎 一种新的薄薄的胎 这说明邪气慢慢恢复 邪气已经吹掉了 后的这个邪态 说明是邪气 后的邪态脱落了 慢慢长了 心胎当然是邪气 征服的一种表现 如果头胎脱落 舌胎很厚 一下脱掉了 下面一点新生的胎都没有了 一点新生的胎都没有了 那是真不生邪 虽然邪态脱落了 下面没有新胎生长出来 是围气将决 由薄胎 头胺变后胎 那当然是邪气 很快就发展于你了 下面这个是一样 头胺变的 这是进展很快 第二个望舌胎的直 除了望后薄以外 要看它云花 还是干操 云花和干操 实际上不仅仅是讲舌胎 舌脂也要看云花和干操 舌脂或舌胎 都有云花和干操的问题 我们在讲舌脂的时候 没有讲舌胎 舌脂潮 舌体干操 舌体云花 实际上也有舌体 舌脂的云花和干操问题 那和舌胎一路讲 舌胎云测有精 干操干操 干操失踪 不滑不操 正常的 我们讲舌胎 舌脂的云花和干操失踪 应该是还有一个云操的问题 舌脂 弹红 运动 射体运动 灵活 大小 失踪 色态 薄 吨云 舌 干 云 潮 失踪 云车 这就是云台 失踪 没有很多的经历 也跟不见不到干操 失踪 什么要失踪 你自己出理解 显得 既不干操 也不是有很多的水分 这种表现 如果水分多了 水分比较多 一看上去 如果说 你不知道 这个舌云是什么样子 你喝一口水吧 再来看舌子 舌子上面肯定要云一些 闷之时云 这上面说 好像现在水分多一些 水分多一些 那就是云 滑胎 滑胎 正常的是云胎 水分胎多了 就变成滑胎了 但我们有时候也 活起来讲 色胎云滑 色体云滑 云滑 说明起码 精英没有受到损伤 如果滑得很明显 那可能还有水分 内情 色体如果干燥 色胎干燥 闷之无精 甚至有裂纹 那个叫做潮胎 潮胎 干燥 有裂纹 看上去就没有精英 看上去没有精英 色之又是暗红色 色之又红色暗 那肯定这是一个什么字呢 肯定是个约症 甚至比这个潮胎还厉害 比这个干燥的潮还厉害 变成抽燥 就很抽燥 像沙子 一样的堆积在上面 那就是这个潮 这个潮 抽燥的潮 比那个干燥还厉害 干燥之什么 看到没有精英 抽燥是这个色体 甚至有些像高低不平 有色胎 这种情况像沙子 这种堆上面的 摸上去 爱手的 这个就更厉害了 链纹色体 色之紫黑色 紫黑色 色之的颜色紫黑 色胎 很干燥 像那个白夜 这个公路上面的 那种 得拿一些沙士一样的 虽然是平坦的 但是像有些细小的 高低不平 这是潮胎 潮胎 比那个干燥的潮 更厉害 更厉害了 那么这个云滑 或潮 潮 很明显 云潮是干什么的 是看经营的盈亏 或虚步情况 或水分有关系 水分多 经营没有受到损伤 就是像滑胎 或者接近正常的 就是孕胎 水分少了 经营 干燥 没有水了 就像潮胎 甚至这个潮胎 主要是 辨别经营的盈亏 或虚步情况 这个机制很容易理解 就不讲了 它就无非是 经营 水师 探论这个问题 如果由潮胎 变成这个潮胎 病情发展 是吧 这都比较容易掌握 不一个讲的 由射云 变成射胎潮 那是经营在受不损伤 如果由射子潮 慢慢变得运车 那说明 经营已经 七花正常了 水分的七花正常 出现正常 经营 已经能够恢复了 第三个 腐力 腐力 这两个射胎 是我们射胎里面的重点 薄厚 这应该说 我们看这几次 舌相 应该就可以分得出来了 云或潮 这看几次 也就可以分得出来了 但是虎胎或利胎 极常见 也要把它分清楚 讲清楚 比较难一点 试验也不难了 我们看看虎胎 利胎 利胎是什么样子呢 利胎的表现 我们看这张摄像头 利胎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胎子可利 习利 执密 利 这个利 我们有些 什么东西是利 回肉是利的吧 回肉是利 吃回肉 一种利 大家一看 我们现在不知道 用洗涤机以后 可能也没什么 那个麻布 这个擦碗 灶上面的 什么 这个麻布 如果没有洗涤机 没有那个 用酒 那个麻布是什么感觉 一种利 利胎什么 里面有很多的油 油在里面 回肉也是里面有很多的油 那么它的特点表现为什么 它可利很细 可利细 并不像那个 一口口 你看 一片一片的 纸 很迷 融合成片 中后边薄 中间厚一些 边上薄一些 紧紧贴在色面上 鱼头有油力 好像上面 头哪有 头哪一整膏 头哪高一样的 头在上面 开字不取 你开一下 用个棉签 开一下 不但是 开不掉 那个棉签的那个棉花 可能都 粘在上面了 那个棉花丝啊 都粘在这个色胎上面了 它里面油啊 他把它 接住了 不但是色胎没有 没有擦掉 色上面可能还 粘上 棉花都粘上去了 所以它是 开字不取 刮字不容易脱落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实着 坦影 内居 反正有水分 有油力 这种油力 在我们中医看来 就是 弹 石 是 弹和石 而不是一般的水 不是一般的水 相当于油 弹石 内润 那么这种 弹石内润 它 这个密密麻麻的 盖住一层 说明这个阳气 是被包围了 气化 不通畅 它不能够把它 蒸发出来 蒸散掉 阳气 悲若 石着 坦影 这是 利胎 这种胎 看到以后 很常见 当然不一定是白色的了 有可能黄色的 甚至是带黑色的 反正是 密密的厚厚的一层 像头上去的一层 看不到底 薄的也可能看得到底了 但是头上去的这么一种表现 这就是利 有一种油利的感觉 油利的感觉 虎胎 虎 像豆腐渣一样的 豆腐 豆腐渣一样的 我们看看虎胎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虎胎 虎胎和利胎相比较 虎胎 它就显得什么呢 可逆抽大 收松 松一些 不像这迷迷麻麻 粘在一起 成片 虎胎 像豆腐渣一样的堆积在上面 一层 很厚一层 但是它比较收松 你看中间 它就没有堆满 还可看到蛇直 这个是看不到 整个盖面了 一片 盖了一片 这个 堆上出来 豆腐渣一样的 开之可以去 一开 它可以开得掉 甚至成片的陀螺 射底的光化 这个开也开不掉 你就是用的擦掉了一点 它下面还有很多 它是上面剥掉了一点 擦掉了一点 它下面还有 这个一开 它是一堆 很松 收松 所以一开 它可能一片 都把它开掉了 那么它说明什么问题 阳若内圣 为卓 中华 为卓 上朝 里面有诗集 谈卓 这个也是弹诗吧 这个也有弹拙 它有相同的地方 都有邪气 都有邪气 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 阳气不能够把这个邪气推开 所以阳气是被包围着的 弹诗包围着阳气 这个阳气是可以蒸发开来的 所以它就显得收松 中间还有些孔 有些漏洞 所以阳气并没有完全被抛围 包围着 没有被罗治 但是也有的 去上国区里提到 这个辅态 是为气衰败 十拙上环 十拙是可能的了 是不是 十拙是可能的 为气衰败 这个题话 为气衰败 可不可以 如果这个松的很厉害 松动 一刮了以后 当然它松动 它容易刮掉吧 射胎 它可以成片地坨 一坨了以后 后面不长心胎了 没有心胎了 完全献出一个光光的柔的舌体 一点新生的舌态都没有 那说明 唯一没有再生长的能力了 唯气 没有再生长舌态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他可能说 他有唯气衰败 但是临床上 一般阵阵 唯气衰败的人 那恐怕不是单寻凭一个 有虎胎 的这种表现 应该说虎胎 它是一种 还是唯气 能够中华精英上潮的 并不是唯气衰败 唯气衰败 绝不就是这种衰胎 虎胎 脱落以后 虎胎没有根 无根 我们以后讲无根的时候 它没有新生的舌态生长 那可能说 它围气已经虚了 没有急受生长舌态的能力 从那个角度来理解可以 还有一种龙虎胎 龙虎胎 就舌态上面 好像粘后的一层和龙一样的 实际上也可能就是这个龙排出来的时候 在舌子上面还粘了有一些 像喝牛奶的时候那种奶瓣 粘在舌子上面 没有吞下去 没有洗 收口就是没有洗掉 那就是一种像龙一样的 叫做龙虎胎 这个冰层 你看 胎盒的边上有些白色黄色的 这样一层粘一样的 这个要注意啊 我刚才讲到 有的喝牛奶啊 什么东西 它也可以形成这种奶瓣 哎呀 你有龙虎胎 有内庸啊 不一定 龙虎胎 说明多半是有龙 庸的 里面反正有这个腐败 奇学有腐败的现象 它才能够形成龙 有龙的这种表现 像上面有龙一样的 这就是龙虎胎 龙虎胎 多半是有雷胸 也不能绝对啊 你问 不是回胸就是甘胸 不是甘胸就是长胸 不是长胸就是夷胸 那那也不一定啊 不一定 但是说明这个 这个上面 它说明是有奇学腐败 像有龙一样的 谁叫做龙虎胎 以虎胎和立胎 通过虎胎 通过虎胎和立胎 扯阳气与石桌的消长 可以猜到 虎胎和立胎都是有邪气 这个邪气是什么邪气啊 一个是有谭卓 一个是有石级 谭石或石级 那么虎胎和立胎的表现上 它又有一点不相同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呢 不相同的 这个立胎 阳气往往是被包围着的 所以多见于 脾虎石困 石级 阳气 没有伸张 这是立胎的 它的特点 立胎里面有分好多种 分好 白立胎 色胎 刚才前面见到的就是白立胎 白立二滑 前面是一种白立二滑的胎 这个没有那么厚 但是还是现在是立 云滑 并不干操 不干操 色子不红 色子不红 色太云滑 而立 立不很厚 还是薄立 不太很厚 也不炫薄了 反正不是很厚 比刚才那个看来就没有那么厚 没有那么厚 太腻 那是什么呢 痰丝寒丝那种 阳气被包围了 阳气被包围着 第二种 太粘腻而厚 口里面有甜味 口甜我们讲过可能是食热 你看 这是腻嘛 这个地方 迷迷的 这一块 主要是建了这一片 粒 其他的地方不明显 就这一片了 特别是中间这一片 粘粒 好像这个 这个贴在上面的 紧紧的 迷迷的 这种色胎 粘粒而厚 色胎变了一点 防白相间 看得见吗 是吧 除了白 这些地方白以外 中间这个地方 防 防白相间的色胎 多明什么问题 如果又家有口甜 脾胃食热 食和热 结合在一起 上尊 出现这种色胎 黄粒 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色胎是 典型的白粒 白厚 白粒 白粒厚伐胎 如果黄厚 防粒而厚 很厚吧 防吧 粒吧 很执迷嘛 这个色胎很执迷 不是一可可的 还加上有一些什么东西啊 色肩上还有什么 红青点吧 色红点 红点色 黄粒胎吧 是吧 黄粒胎 黄厚粒 又厚又粒的 这样一种色相 防厚粒胎 这个色相 厚粒 防厚粒胎 色面有尖点 那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是有食有热 谈和热 一方面 粒 说明有食有谈 现在有黄 又厚 厚都不一定啊 这个又黄色字又红 甚至有红点 那说明还有热 因此是 一个收于谈 一个收于热 一个收于食 一个收于热 一个收于取一个热 取也是热 热吧 是不是 所以就是食和热 谈热 有两方面 存在 黄厚粒胎 如果色胎 由虎胎 周见消失 慢慢长出 心地薄白胎 虎胎 厚粒胎消失的 特别虎胎消失的 后面长出的 心地薄白胎 那说明 邪气已经吹掉了 真气在恢复 邪气增复 如果是色胎 陀螺 不能够收身心胎 那是 邪气衰败 收于无根胎 刚才我们前面 那个地方 我打个问号 就一般来说 虎胎 应该是讲的 邪气并不很虚弱 它能够增化着 谭卓 石卓 上朝 就产生一个厚的胎 虎胎 虎胎 那么如果这种虎胎 在陀螺以后 它没有 新生的色胎 那说明 无根了 邪气 已经没有再生的能力了 这是什么 收于无根胎 第四个 是脖胎 脖胎 一片片地脖掉了 脖螺胎 那么这个脖螺胎 前面 你看这一片 脖了 很容易看到 这个地方也剥落 是吧 也剥落了 这地方也剥落 就是中间这一片 没有剥落 剥掉了 这个 剥落胎 有不同的情况 有全部剥落的 有一部分剥落的 全部剥落 整个都剥了 你看 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后面一点 整个前面这个 全部是都剥掉了 没有胎了 几乎全部 但是还剩了一点 是跟这个地方 还有一点点胎 全部剥落 也可是某一个部分剥落 某一个部分剥落 那某一部分剥落 又分出了好多种 有前剥胎 前面这一块剥了 叫做前剥胎 有中间这一块剥了 那就是中剥胎 中间这一片剥了 这一片剥了 这个地方前面 本来是色胎就比较少 是不是 少一些 因此色边还有胎 色根有胎 这中部主要是中部剥的 就是中剥胎 还有根剥胎 这根部剥落了 这个主要是先于色根剥落 这个地方也剥落一点了 色边也剥落一点 是不是 色根的色胎剥落了 就是根剥胎 还有除了这种以外 还有花剥胎 烂七八糟的剥 不是哪一个部位剥 花剥胎 点点的 你看到处都多来点 又还有的地方有 有地方有 没有了 这一片剥落了 你看这一片又还有色胎 色胎有的地中间 又还有小片的剥落 这是花剥胎 像那个花一样的 花瓣一样的 花剥胎 还有基心胎 基心 色胎剥落以后 像那个基地心一样的 你看 中间这么剥一点 后面剥一点 色中色根这么剥一点 也可能就是色中间剥一点 实际上是色中 中剥胎 但是形象有点像 基心 有点个基心一样的 所以叫做基心胎 这是根据 剥落的部位不同 一部分剥落 就是这样的 也可能是全部的剥落 这是名称上 有这样一些区分 还有一种 叫做镜面色 全部剥落以后 像镜子一样 一点色胎都没有 反光 镜子就是折射能力 反光 上面非常光滑 一点胎都没有 这就是镜面色 色色还红 红色镜面色 当然我们镜子只有 无色 不会有什么红色 是不是 镜子没有红色 但这个蛇字 它本身 它是光滑于镜 色之红 红色镜面色 色一点色胎都没有 还有地头蛇 一种地头 剥落以后 不规则的陀螺 像那个花波胎一样的 没有规则 但是它有个什么 边缘拱起 见像非常清楚 像是画地头一样的 这个地头 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之间 一个省之间 它中间都有个明显的标志 这省界 国界 所以它界限很清楚的 像这种 我们叫做地头蛇 从这些地方看 好像是花波胎吧 但是这些地方 界限很明显 很清楚 所以把这种色胎 也可以叫做地头蛇 地头蛇 像画地头一样的 有的地方是大陆 有的地方是海洋 有的地方有胎 有的地方没有胎 海岸线很明显 这就是地头蛇 这些蛇都属于 波罗胎 色胎有波罗的表现 还有一种是雷薄胎 好像是薄 但是这不是真正的色胎 薄罗了 是什么问题呢 薄罗具色面不光滑 嫩暗有心 就是有一部分色胎脱了 下面嫩暗长得有心胎 雷薄胎 雷薄胎 这些地方是薄了吧 色胎薄的 薄掉了 薄掉了以后下面看出来 下面又再长出来 新的薄薄的 很细小的白胎 薄白胎长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雷薄胎 它并不是薄了 我们讲薄胎 薄胎以后下面就看到是蛇子 没有胎 那就是薄胎 雷薄胎是薄了以后 它下面有心生的 下面长出来了 把上面的 退掉了 慢慢把它赢掉了 这就是雷薄胎 薄胎好多种 好多种 真正的薄胎 是讲的前面这些种 雷薄胎 不是真正的薄胎 这样色胎脱落以后 它长得有心胎 那个薄胎是 色胎薄了的地方 没有长心胎 没有长心胎 这就是薄罗胎 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色胎会薄罗 薄罗以后不长出心胎来 没有长心胎 那肯定是 色胎的生成 靠围棋 增化着 围着上朝 围地生气不走了 围地阴阴 干枯了 气血不走 传生虚弱 它不能生长 多了就多了吧 它不长了 什么问题 虚了 这直接的是围棋虚了 也可能是传生的气血 阴今亏虚了 虚正 薄罗胎是虚正 那为什么刚才讲 雷薄胎 它不是真正的薄胎呢 它叫做雷死于薄胎呢 因为它下面薄了以后 它下面有色胎生长 说明这个薄是 正气把血气排出去 真气硬硬硬存在 所以它所谓雷薄胎 真正的薄胎 它是下面没有色胎生长 没有色胎生长 所以呢 它是围地 齐阴不走 传生的 齐血 亏虚 这样的一种表现 还有一种先天性的薄胎 生下来就有薄胎 当然这个生下来就有薄胎 我们平常新生儿 结生的时候 厂科病房 那并没有说 哎呀 现在看看它色胎 有没有先天性的薄胎 没有那么看 没有生病的时候 也没有 每个人都做个健康登基 从几岁开始 什么生出来以后 有没有内薄胎 也没有做这个登基 一看的时候 哎呀 它有薄胎 有薄胎 有的人是好好的 没病 比如说我们同学 互相在一起 大家看看色胎 可能有的国别的同学 他色胎就现在薄 他也身体很健康 没有病 他没有到围气亏虚 围硬枯竭 齐血不咒 没有那种表现 那可能它是种先天性的薄胎 只是在这个检查的时候 或者生命忘舌的时候 才发现 那么你怎么知道 它是先天生 还是真正有病的 就这一种薄胎呀 部位常常是身在 人质沟的前面 称菱形 称菱形 多半是因为先天滑油不良 但也还是一种表现 这个地方 滑油 色胎在这个地方 培胎形成的时候 这个人滑油的不好 滑油的不好 从那种表现 这是先天性的薄胎 成菱形 在这个 我们 这个地方有个人质沟 假设如果这是一个 蛇子的话 这个地方有个人质沟 跟这个地方有个人质沟 那么它现在这个地方 就变成这么一个 或人质沟 构成了一个菱形 这块地方 补上色胎 先天就有的 这叫做先天性薄胎 这个薄胎 为什么会出现薄胎的激励 应该很容易掌握了 气血不走 围棋不能够增华 围阴不走 就出现那种 各种样的薄胎 各种薄胎 它的环尾的大小 或病情的轻重 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这些问题 我们不详细讲了 第五个 偏火船 看色胎的偏火船 是一边有胎 一边没有胎 它是整个两边都有胎 船 盘就是色胎片不到色面 前后色的根部 或色的体部 色边部 都有些色胎 当然盘也不是截队的团 色边 色肩就本身就应该要薄一点 是不是 甚至没有胎 你看 这个色胎 几乎左右的色子上都有色胎 一个什么胎 胎脂是什么样 胎脂 胎蛇 黄白相间 白再慢慢转黄 黄白厚立胎 色边怎么样 是红一些 现在这些地方看不到色底 很厚 看不到 但是色边还可以看到色者 实现的红一些 偏部的 这就是偏 传胎 偏在某一个部位 前面 后面 左面 右面 那就是偏胎 偏在一边 你看 这个邪座这么偏过来 偏在这一边 偏着 偏着 这一边 脱落了 实现这也是薄胎 薄胎的一种 薄胎一种显得 偏在一边了 偏在一边 什么邪气 又厚啊 薄 薄了以后 就不会显得 全部都有色胎 那么他 一般来说 都是厚 因此 是 弹识 前面讲到的 识拙 可不可以啊 识级也可以啊 多半是 辅厚胎 辅逆胎 这种情况 说明邪气散漫 偏率 偏胎 多半是 所丰厚的账户 有邪气停队 看他哪个地方有胎 就哪个地方 有邪气 有邪气 这个不是很重要 偏 偏胎 那么 胎偏于色尖 围气先商 偏于色根 是吧 这个 这些 不很重要 我们知道一下 这个意思就行了 就是活 位置有一定的关系 偏低位置 一定关系 那鉴别一下 就是偏胎 这种色胎 分不上这种 病理表现 驳胎 是原来整个都有胎 驳掉了 偏胎 是那一部分 没有长色胎 何者是因为 那一部分 不会动 舌子不会运动 那个地方 射体歪斜 半身不随 口仰恶邪的病 狮子那一边 也不知道 不知道动的那一边 大概色胎就厚一些 能动的那一胎 那一边 它摸擦 色胎就会少一些 胖胎 它可以前中左右 都可以出现胖 胖 它作为是微气 微气的问题 偏胎 是某一部分有病变 分布上的某一部分 就是说 它运动多的那一半部分 色胎就少 色胎 少运动的部分 色胎就厚一些 这是偏胎或弹胎 另外比这个牙齿 有摸擦的那一边 有牙齿 一边没有牙齿 推牙了 整个那一边都没有牙齿 它就当摸擦少 那一边的色胎要厚一些 这就是偏胎 因为运动舍体的运动摸擦少 而色胎厚 运动摸擦多的那边 色胎薄 甚至没有色胎 因而就构成了偏胎 第六个真假 往色胎里面的第六种情况 是真胎和假胎 真假 让色胎真假 真假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看它有根无根的色胎 有根胎 有根的叫做真胎 色胎紧贴于蛇面 刮也刮不掉 这个色胎看上去有根 有根 不像是头上蜕地 色胎是从这个色脂里面长出来的 就现在有根吧 这个一看就知道 有根没根 我们这一看就知道 它是有根的 像这个草是从地里面长出来的 不是把一根草已经割掉了 撒在地面上 那是无根 这个草是从地面上长出来的 所以它是有根的 无根胎 刚才讲就像是撒在上面的 这个色胎虽然厚啊 有很多啊什么的 它下面没有根 所以它是假胎 当然假胎也并不是人操的了 不是人为操的 是说明它围棋已经衰败 围棋不皱的表现 不是紧贴在石面上 你看 这个上面呢 有色胎 但是看上去它 它不是和色脂啊 但是前面这地方也还是和色脂连在 色根 还是好像那个的 像这些地方 虎胎就好像没有根 这些地方啊 看上去就好像没有根一样的 好像对在上面的 这就是没有根的胎 好像头在上面容易刮头 刮了以后上面有没有再生舌胎 没有新的舌胎生长 一刮了以后下面一点胎都没有了 所以完全显得是堆上出来 这个真假胎能够识别病情的轻重于后 这个一般来说 正常的或者病轻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并不是 哎呀 这个色胎有没有根呢 我们写病例的时候 也没有写说色胎厚啊 有根呢 我们也不写这话 但是如果当划线这个色胎 是没有根的时候 那是很重要的 色胎有根 那说明围棋还没有完全归结 正气还仍然存在 还却比较好 如果是无根了 那是围棋已经衰竭了 那要引起重视 这个色胎看上去 好像是堆在上面的 稍微刮一下 我们讲还有刮胎 开胎吧 一刮 整个色胎就刮掉了 刮掉了以后下面一点色胎都没有 刮掉的这种虎胎 刮掉了 所以这种是无根胎 无根胎说明危机宣败 因此 这就是很重要 而这个真胎 正常的情况下 它危机还没有宣败 那不太引起重视 不太引起重视 心病如果出现假胎 说明协作 建具 病情 绞心 久病 假胎 未期血胎 那不管假胎 心病 久病 反正都应该说出现了无根立胎 都不是好现象 都不是好现象 这是个总的原则 辅胎和立胎 确实是临床上 很常见的色胎 也比较特殊一点的色胎 其他的就是颜色的改变 这种质的改变 虎胎和立胎是比较特殊的 而虎胎和立胎 这两种色胎 它的表现 当然有不同 一个是执迷 一个是收声 一个可力小 一个可力大 一个是紧贴色面 一个是容易刮脱 有这个区别 实际上虎胎和立胎 在临床观察的时候 有时候啊 那个色胎 又向虎又向立 也有这种情况的 不是结案分别 那就说胎虎立 又向虎又向立 有时候很难结案分别 这是虎胎 绝对不是立胎 这是个立胎 绝对不是虎胎 有这种情况 从这个色胎和结果有虎立 从正气的情况来看 相对来说 立胎 围气啊 它阳气一般是被包围住 但是时热已经花热的时候 那你说它还阳气包围 那也不能说太黄厉的时候 你说立胎和虎胎 仅仅从这两个胎子来说 应该虎胎阳气 旺深一点 相对来说 一般来说 旺深一点 那么从这个立胎和虎胎 它的有根无根来看 立胎一般很难见到 说头岸之间一下 剥落 整个立胎 残部剥掉了 一点根都没有了 这种情况 好像没有什么见到过 因此立胎 虽然是寒诗啊 什么诗着啊 谈诗 没有说它一下围棋衰亡 这种情况 恐怕 没有续上描述 银唐好像也没有这么见到 那么虎胎 好像是围棋 相对是旺盛一点 把阳气旺盛一点 但是虎胎有个问题 它比较收拾 它可以一下脱落 脱落以后 整个无胎 因此就显得是种无根的胎 不再生长舌胎 因此无根胎 一般来说 它只见虎胎的基础上 应该说不是立胎 由立胎划展成无根胎 这种情况 好像没有这个描述 所以这个无根胎 多半都是虎胎的基础上 至于这个虎胎啊 什么 无根啊 也是抽中期啊 后期 这个 我说虎胎都描述了 我们一般 不做详细的讲解 也不要求学生 出于难得 至于说 有被这种情况 临床上也还是有 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